唉 大陵马农出国留学之路太难了 大家好 我是杨中科 我前面给大家讲过 我获得了新西兰那边的入境豁免的资格 所以说我就后边可以继续回到新西兰 继续我那个未完成的学业 我见到过我当时在新西兰学习的时候的那些同学 两三年时间和国内的妻子父母孩子无法团聚的痛苦 我可能后悔过很多次 就是在2019年底回国和家人团聚 本来想的2020年初再回到新西兰继续学习 但是由于疫情的话 我就暂时我的学业就终断到这了 我后悔过 当时要留在新西兰的话 我的学业可能就能够很顺利的走下来了 但是我唯一不后悔的就是这么多年 这两年多的时间 都是和我的老婆孩子在一起的 我不想让自己再单独一人去新西兰 所以说我决定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去 但是我女儿的护照到期了 因为我是在河北保定的一个小县城里边 这两年一直在这个小县城里边生活 所以说我去了那个小县城的出入境里边去问了一下 他们说你最好回到你的户籍所在地办 因为我的户籍所在地也是河北 那我的那个小县城也是河北 所以说省内都是可以通办的 所以说后来又要求了人家半天 最后说可以 我呢就非常高兴的把那些资料 什么入学通知书啊 该翻译翻译 所有的资料该准备好了之后 兴高采烈的跑到出入境那边去递交资料 人家说哎 你的资料都没有问题 但是当时那那几天 保定是出现了几例确诊病例 所以说保定是暂时的封城 我的这个换发护照的申请到了市局那边也会 也到不了 所以说人家说暂时办不了 而且当时正好赶上五一假期 新一兰那边的豁免给的有效期是15天 也就是说我需要在5月11号之前把我全家的护照信息提交过去 但是按照现在办这护照的这个速度 我即使回到户籍所在地 过了五一之后回到户籍所在地办 那也无法在这个 啊 5月11号之前把我女儿的护照办下来 后来我尝试给学校里边写邮件 我说能不能考虑到我这种特殊情况 因为这个由于封城导致这个护照没有及时的办理 包括说正好赶上这个五一假期又耽误了这么多天 所以说能不能帮我延期一下 学校也问了一下新一兰那边的教育部 他们教育部回复说 这个理论上是没法延期的 但是呢在取消我的这个入境豁免提名之前 他们会跟学校这个通线 气说这个学生没有按时提交这个信息 那你是不是要取消对这个学生的这个提名 学校只要说先别取消 这样的话就一种变通的延期吧 我算心里边稍微踏实了一下 但是还是心里边没底 他们说正常来讲 你是要5月13号来取护照 新来教育部吧 给的是要5月11号就提交这个信息 我突然看到这个出入境大厅那边贴了一张纸 说第一天是线审批资料 然后再要两天时间市里边审批 然后再有两天是省里边审批置证 然后再给两天的时间是我取证 我想这样的话 5天的时间其实证已经审批过了 只不过是我需要再有两天时间拿证 我是不是可以提前知道我女儿的护照号码呢 我就尝试支付宝的那个小程序里边 里边有国家移民局的这个小程序里边 刷了一下我女儿的身份信息 竟然发现里边有我女儿的旧的护照信息 我想好像有戏 终于在5月11号早上的时候 我一刷把我女儿的护照号刷下来了 我就拿着我女儿的护照号 递交给新西兰的移民局 我在录这视频都是5月13号 那么我也把这个我女儿的护照拿到手了 所以说有惊无险 我下周一要去广州那边办体检了 出国的体检 我希望我后边一切顺利吧 最近这段时间我对我的频道 包括说我的那些 当然要给大家录的那些教程 编程的教程什么之类的 可能要稍微的缓一缓了 谢谢大家的关注 再见 拜拜 手机上突然弹出一个通知 未来两天全线暂缓往返 我去不了广州了 怎么办